听说新加坡生活很压力的哦 听说新加坡人走路很快一下的哦 听说新加坡的东西很贵一下的嘞 哈喽大家好 我是JoJo 大家是不是对新加坡有很多种的听说咧 在我还没有来新加坡之前 我朋友就这样讲 Josephine 我觉得你不适合来新加坡 你吃饭这样慢 走路又这样慢 你知道在新加坡每个人走路都很快的 他们其实都很快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很适合来新加坡做工 明明不习惯的 照我来讲新加坡做工过后 我就觉得 哼哼哼哼 你们讲我不适合来新加坡 哼 我现在就是要来打拨一下 你们对新加坡的那些听说 在新加坡生活的人走路都很快 没有咯 然后跟你们讲 你出来去外面多数的人走路 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按电话 不是一边看戏就是一边打电话 不然就是一边按信息 所以你认为一边走路一边按电话 走路是有几块咧 OK啦在这一点我是蛮认同的 在新加坡做工很压力 可是我是想问一下 难道在其他国家做工的人就不压力吗 他们就不会遇到不好的老板 不会遇到做工很多的时候 不会遇到在背后打你小报告的小人 所以其实不管在哪里做工 压力还是会有的 然后你会不会遇到好的老板 这个就要看你的哪些的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是在什么方面 如果在买的方面 我就觉得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东西在你国家很便宜 在新加坡偏便就是很贵 可是有一些东西在你国家很贵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在新加坡就是很便宜 可以比较一下咯 你觉得比较值得比较便宜 你就可以买 因为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贵的 这我听很多人说 就是我想来新加坡做工 可是我不会英文 怎么办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现在在新加坡做工 很多都是马来西亚人跟中国人 所以只要你会华语 就可以在新加坡生存了 而且现在很多新加坡人 都是有受华语教育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会讲华语的 所以我只能说 孩子来吧 不要怕 在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赞同 也有点反对 我承认在新加坡旅游圣地 是真的很干净 干净到你看不到草地有垃圾 可是在住的方面 如果要达到爱护环境 人人有的这个真的很难 然后你在如果是住的地方 像是HTB的话 周围都是垃圾 不稀奇 然后重点是我听朋友讲 诶 有没有发现到新加坡都是比较少蚊子跟苍蝇的 他们讲过 我才发现 我是真的好像没有看到苍蝇跟蚊子的出现 有是有啦 可是就是真的很少 可是 这里最多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蟑螂 哇 因为HTB他们就是垃圾草 就是会有一个垃圾草 全部住在HTB的人就是把垃圾丢进这个垃圾草里面 就等于一个地方 所有垃圾都丢在同一个地方 蟑螂哪里可能不来 蟑螂就是喜欢在这些肮脏的地方又潮食的地方 所以 住在HTB底楼的人 基本上今天就会看到蟑螂一次 然后如果遇到新加坡政府消毒垃圾草的时候 坐在HTB底楼的人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蟑螂全部都会跑在你家避难 然后你只能早上下午晚上 只要你在家 就会看到蟑螂 哇 这一点简直让我很崩溃耶 天哪 蟑螂简直就是我的克星 可是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解决的东西 除非你住到很高楼 为什么我听新加坡人说 他们买楼就很喜欢买高楼 因为买低楼就太多小墙了 这让人很讨厌 好啦 今天就顺序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顺便打破一下大家对新加坡的看法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like 还没有订阅我的 记得订阅我 Bye 谢谢你们的收看 Bye Bye 好